游轮不管有出现疫情还是没有出现疫情 都可能成为不被各国解纳的对象 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航程 甚至滞留海上 根据CNN所了解到的情况 有一些船机入港被拒 只能在某个国家离岸海运锚定等候 还有一些游轮则与船上的乘客 得一起接受隔离检疫 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各地蔓延 旅游业是受到冲击较大的行业之一 目前有三艘游轮已经确认 船上有冠状病毒的病例 分别是布拉玛尔女士号 尹影号以及鹰海探险号 布拉玛尔女士号目前的状态 是滞留在巴哈马军道 因为船上至少有五人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因此靠不了岸 布拉玛尔女士号先后尝试 在加勒比海的几个入境扣案扣案 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尹影号目前停靠在巴西 船上的乘客处于隔离状态 3月14号 尹影号上一名加拿大乘客 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游轮目前在巴西的 Risafi港口附近停泊 Royal Caribbean游轮公司 对此消息提出了一份声明中指出 尹影号的两名客人 已经在巴西港口下船就医 其中一名乘客 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 船上其他609名乘客 一直处于隔离状态 严海探险家号 目前停靠在智利 因为船上一名乘客 测试呈阳性反应 智利卫生部部长 3月1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名83岁的英国男子 目前状态良好 在检测出感染病毒之后 正在科医海客医院接受治疗 这艘游轮载有111名乘客 和120名船员 银海探险家号 只能暂时停靠在智利卡斯特罗 等候进一步的消息 黄金公主号目前的状态 是正在获准从纽西兰启程 前往澳大利亚 船上至少三名游客 被随船医生隔离 不过目前还没有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 这就意味着 他们在纽西兰其余的行程 也将被取消 因为其他乘客未获准下船 只能返回澳大利亚 挪威珍宝石号的船东 挪威邮轮公司表示 挪威珍宝石号 在两个事先预定的港口停靠 都遭到了拒绝 目前正在斐济的苏瓦海岸的 南太平洋海上航行 寻找下一个停靠目标 尽管船上没有任何确诊病例报告 经营新月号 目前停泊在智利的圣安东尼奥市 这艘船于3月8日从阿根廷出发 载有675名乘客和389名船员 经营邮轮公司 正在与智利政府官员合作 提供一项受管控的离船计划 以确保客人有条件的情况下离开智利 中天中望正面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